最近大一哥有点忙,经纪人早在前面就已经把他的当期排到了快七月底,如今的他不停地在全国各个乡镇上演,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但大一哥朱志文十分的充实,并且还学习了钢琴, 据大一哥的新消息传来,最近他忙里偷闲地跑到了自己家的菜地里,开始是查起了家人种的各种蔬菜,只见大一哥穿着一身的黑衣服,手背,在后面认真地看着家里的蔬菜,有网友声称,不计是他离家太久,回来看一看自己家的菜吧, 其实早在以前大一哥就表示,自己喜欢吃自己家里的菜,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蔬菜,在多次的吃饭场合,我们也发现的确大一哥家经常吃蔬菜, 蔬菜地里的辣椒个头还不小,而且都是成对的长大地里,有网友们在下面留言声称,很羡慕大一哥现在的生活,过着农村人的生活, 小周知城里的人待遇,一场商量就是农村公盖一辈子的收入,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声称,大一哥家菜地里的菜和我们自己家比起来真不大的,菜长得并不怎么好,而且菜地里的泥都已经干裂了光解不湿点灾,大一哥手双撑在膝盖上认真地观察着种种青菜, 不难发现他是真的很喜欢农村的生活,有网友一直质疑大一哥的作风,声称他就是一个讨个农民,成名后时间长了,就一定会搬离农村的,但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,大家哥已就是守着自己的老家不愿意离去,现在的他生活越来越好, 儿子在外面打工女儿,则是在农村做着收发快递的工作,大一哥对于这一切也很满意,早在此前他生成农村人,就该有一个农村人的样子,自己是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的, 就算是在有钱也是如此,有网友很佩服大一哥这种朴实而又务实的精神,而且回看那些个草哥明星, 逐渐也只有他依旧是属于草哥明星,没有买豪车也没有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, 唱着自己喜欢的歌做伤演,又当着自己的农民,祝福他越来越好,也希望他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。